希望联盟今天率先公布替代预算案 主张废除消费税以及降低政府开销 西蒙替代预算案小组主席黄积全表示 根据国阵政府估算 消费税贡献国库大约420亿令吉 虽然西蒙废除消费税 转移征收销售税后 只能收取165亿令吉 不过短收的资金将流入市场刺激经济 让政府从其他税户得益 同时通过速摊和降低政府支出 就能大大增加国库收入 至于政府推出的一马援助金将维持派发 但是将设下申请条件 好让这笔款项得以派给真正有需要的民众 替代预算案的其他重点也包括 拨款7亿令吉提升各原流学校 将最低薪金上调到1500令吉 以及提供10亿燃油津贴 西蒙这份替代预算案出入后 即刻引来了国阵领袖的批评 首相署部长拿都斯里阿都拉曼达兰 直指这是一份不负责任 不切实际没有持续性的预算案 认为西蒙提出的措施只会造成我国经济停滞不前 另外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都斯里穆斯达法则认为 如果真的落实西蒙的预算案 那我国可能真的会破产 而首相署部长拿都斯里维加翔博士则指出 西蒙以差不多先生态度推出的替代预算案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尤其在新村方面我只看第一面 我已经差不多笑脱大雅 我还记得单单第一年跟第二年 首两年2016到2017到今天 我们已经总共单单新村的建设 建设而已还没有包括维修物质 单单新村的建设 我们已经花了大概是超过一亿多 NTV7综合报道 我相别的 都没有过来 不许没过来 先是上海 为我们 under 我们下期